颜色改变为白色的 如果说要改成什么呢 这个背景是 这个红色的话 我印象中应该就是点Color就可以了 其他好像就都不用 点Color等于255 这个好像也不用 所以其实 最后你把它修改之后呢 其实就是 两行 Color 红底白质 OK那这样的话呢就会 那实际上呢这个 底色的话或者是这个字的颜色 我们一般还可以用一个所谓RGB的方式 因为他这个地方是他录下来的 这一个颜色 如果说你要表示颜色的话 除了直接给数字之外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RGB的这个函数 RGB的你把它刮复之后 他就会出现什么呢 你要的颜色 那这个方法然后比较好记 为什么 因为RGB就是三原色嘛 那如果说你要红色的话 你可以点 Color说这边 把它逗点一下 就是说呢 第一个颜色就红色 那他的值就0到255 最小 就是红色的话 如果说你要今天要红色的话 你就255逗点 然后后面多少 G是什么呢 0 B是什么呢 0 那这样的话出现的话 就是红色的意思 RGB 我现在红色 满格 绿色没有 蓝色没有 那这样的话 就是 等于就是 这个红色的 如果说我今天是要 白色的字的话 实际上这上面的颜色 你也可以把它更改一下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把它改成白色的话 印象中好像就是 你可以 把所有的颜色呢 把它 改成什么呢 255 255这样的话呢 就等于是什么 全部就是 白色全部都有的话 表示是白色 OK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白字 然后呢是一个红 红底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只要一个slate的动作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颜色 OK那所以第1个的话 我们 就是可以产生我们的底色 底的字跟那个底的颜色 那这两行 请你把它复制起来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的程式 其实只要修改几个地方 把上面的复数转换呢 把它 我刚刚我先把这个程式先贴到这里好了 刚刚那两行 就是一个selection 的颜色 跟那个selection的 底色 这两个 那程式 最好我真把上面的 现在我再来看看